今天来纽约上周 Woodbury奥特莱斯继续采购回国礼物 大家好,我是老院 前两天我们在Costco转了转 挑了一些回国的礼物 那今天说是陪漂亮妈来Woodbury来采购回国的礼物 实际上就是陪漂亮妈来购物来了 漂亮妈高兴,全家高兴 那今天就正好带大家逛一逛全美最大的奥特莱斯 这里面的名牌是非常齐全的 我们也选一选看看有哪些合适带回国的 视频正是开始之前,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手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开始 今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陪好我们的漂亮 漂亮妈和儿子去购物 内科店里面的文化山,两件20美元 怎么样这个,漂亮妈给选的 大黄啊 你觉得我适合吗 十个钱一件 那我们来的纽约上周的Woodbury奥特莱斯 在美国也算是比较大的 这里面的品牌呢 除了一线最大的品牌 LV啊 上奈儿啊 这些是没有的 其他的一线品牌 还是很多的啊 像Gucci啊 Barberi啊 很多很多啊 不一一再讲了 反正是非常非常多 那我印象中啊 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每次来美国到奥特莱斯呢 都是要买好多好多东西回去啊 有的时候一个箱子不够 还要买一个空箱子带回去 所以说呢 你要回国带礼物 这里头总有你合适的 不管是包啊 不管是衣服啊 不管是鞋啊 就是好好的要挑 好好的要逃 这个牌子啊 漂亮妈特别喜欢 来买一些东西带回去 Case Fade 这是纽约的牌子 小的轻奢 国内呢 现在还挺认 国内当然也有啊 再会儿到莱斯啊 你碰上打折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超值啊 拿过一些小东西 又不是很大 一些小的钱包啊 一些小的礼品啊 特别好 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些小的钱包卡包啊 70%的奥夫 太便宜了啊 随便拿一个看看价格 这是小的卡包 29美元啊 这个小的手包 39美元 看着也还可以啊 那我们的经验 在这种奥特莱斯 要想买东西呢 最好是买 美国本土的品牌 你像Couch啊 MK啊 K-Spide啊 这些牌子呢 在这边都特别便宜啊 如果你要是碰到小长价 像我们今天来这种时候 在奥特莱斯价格基础之上 还能再便宜一个 百分之五十啊 六十啊 这些都有 所以说真的是超值 你看今天啊 这里面的人呢 还不是很多的 那边的Burberry 稍微排了一下 对 其他的店呢 大多数都不用排队 我们现在进这个Couch去看看啊 这个是Couch店啊 在美国买Couch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在国内啊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牌子 也很认同这个牌子啊 所以在奥莱买好了 回去送人 也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这些包啊 很经典 二百五十美元 然后呢 还有百分之二十的 看看这个包怎么样 漂亮 一百五 可以吧 送给姥姥啊 哎哟 好 它这里面啊 有好几个Couch店 漂亮妈进去啊 就是会逃 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是不是很精致的 这就是Couch的一个小镜子 送给那些比较讲究 有品质生活的朋友啊 就是一个小礼品 小东西 挺合适的啊 才不到二十美元 今天多便宜 多实惠啊 今天呢 是星期五 我们就趁着小长假的前一天来 人呢 还不是很多 但是优惠呢 基本上都有了 如果是星期六 星期天和星期一 小长假的时候呢 估计这里头人是非常多的 那你做好私养准备啊 肯定是要排队的 我们今天啊 买了不少 当然了 也有给自己家 就在这生活 穿的衣服啊 给漂亮买的一些衣服 但是真的是 买回国的礼物啊 特别合适 今天感到小长假了 超级优惠啊 我觉得这些啊 送朋友都是挺合适的啊 这个原价在这卖九十美元 结果今天居然三十美元 就能拿下来 小的卡包 送一些亲戚 送一些朋友 都是挺合适的 超级划算 还有几箱 漂亮妈买的这种 这是扣持的包啊 这个原价三百美元 现在呢 九十美元就能拿下来 这不是看着挺好的吗 这个可是真皮的啊 而且这牌子呢 在国内很多人都是认的 在国内有很多人啊 就拿着这个包来出去 所以你送什么 它必须得有用啊 是最合适的 所以我觉得来澳来啊 还是能逃出非常非常多 回国送人的礼物啊 不光是包啊 鞋啊 衣服啊 这个呢 是项链 我看漂亮妈买了好几个啊 四五个 这个带着很轻啊 对不对 又有盒子 送人还挺不错的 它这个项链呢 原价也是八十多美元 现在呢 在这儿 只需要三十美元就能买到啊 多好啊 回去送一些朋友啊 送一些亲戚的孩子啊 都是很合适的 你像这个啊 就是一个手机包 在这儿呢 原价是二百六十美元 那你要知道 在国内出门 带一个手机就足够了啊 什么都不需要了 但是今天啊 它才四十美元 你说这样的东西 买回去送人多合适啊 而且呢 不管怎么说 国内的人啊 还是认一些这些牌子的啊 而我没有考虑呢 回去的箱子 又不能太沉 又不想带太多的东西 有漂亮吗 所以漂亮妈呢 就买了很多的 各式各样的包 这样是最方便的 当然朋友们自己回店 要根据你的行李的大小 里面还有多少地儿 来挑选合适的东西 反正我觉得啊 澳来还真的是 有很多东西能挑的 绝对是值得来的 我们就是匆匆忙忙 我负责看漂亮 漂亮妈呢 来负责选购 回击的礼物 我觉得吧 这收获还是蛮多的啊 所以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啊 我负责选购